空不是没有 如果空是没有的话 把空变成一种没有 那空就变成一种境界了 就变成一种虚伪 没有也是一种 思维的束缚 空就没有 完了 这叫做断面 空就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不是 空是有的东西 没有实体 而不是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那个东西变成观念了 空是实证的东西 它不是观念 所以空不是没有 如果空是没有 就把实证的东西 变成一种境界 一种观念 这个会障碍圣人 实证的空 是告诉你无所住 如果你把空 变成一种境界来执着 那完了 你说我正在夜空 执着那个空 那完了 你把这个观念 变成实证的东西 所以空 只是没有任何的执着 没有一切的执着 关于外在的客观环境 就放得下 简单讲 正在空向空性的人 不会受到外在的假象境界 来影响 来影响 没有一切存在 因为所有的都是缘起 正能证的一切万法皆空 这些客观环境不存在 这些五应 照见 五应皆空 它也不存在 只有真如自信 无人的般若智慧存在 信它是无形象的 它也不是一种东西 东西你可以指成 那般若智慧你怎么指呢 所以这个佛法 它是全世界最难的 也最简单的 开悟见性 就是最简单的 若智慧的佛法一切现成了 何处不是 无染的般若智慧 但是没有正量 就很难了 因为它不是东西啊 你说你这画 你是写什么画的呀 我写山水画的 是油画的 是树苗的 是水彩画 是油漆的 或者是用金银铜铁画呢 是什么画呀 好 山水 你画得出来 那我请问 要剥热智慧 你怎么画呀 能画佛像 你有听过人家 画出佛性吗 信它不是东西啊 你怎么画画呢 所以在这个角度 说佛法 它真实是很难 对不对 你到商店里面讲 说我要吃薯条 那他知道 店员知道 我要买薯条 店员马上买薯条给你 我要 汉堡 他马上拿汉堡给你 拿钱 拿到店面去 你要买什么 我要买智慧 你脱壳坏掉 我要拿 他拿什么东西给你啊 对不对 智慧 自信本质基础 他能买卖吗 所以佛法说难 很难 因为心 它不是东西 无名 也无形 它无相 对不对 也无心 无心就是没有妄想 所以智慧 心又叫做无心 也叫做有心 那么无心之心 就是空 没有妄想心的 那颗般若的智慧心 就是空 就是不空 无心之心 就是没有妄想心的 那颗真实的心 就是般若智慧心 就是空 说空 其实也不空 因为空不存在 为什么 空它不是概念 它是实证的东西 如果你存在一个空 那就表示 你还没有正的空 这个空还没有放下 正的空是实证的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叫做空 当下没有这个东西 叫做空 如果说我正的空 那你就是没有开悟 因为你拥有空 拥有任何东西 通通叫做不对 空 它不是空 它不可以允许你 把实证的东西 画作一种概念 空 它不存在的 空 在当下 所有的元气里面的 不是另外一种东西 那如果存在空 就变成概念 又另外一种妄想 不可以把空 画作一种 另外一种概念 一种妄想 那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一切元气 当下就是性空 一切元气 都不存在 这些假象不存在 真如本性 无然的 伯乐智慧 就真实存在 所以在经典里面讲 说世尊 我留一点点 执着 可以不可以 不行 我留零点 零零一的 执着 可以不可以 不行 我留零点 万分之一的 执着 行不行 不行 伯乐智慧 不能大开 我留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佛陀说不行 我连 留兆分之一的 执着 那不行 宇宙的 般若 无然的 智慧性 它是 整体性的 没有任何的 一点点染物 跟缺陷的 所以 连0.0000001的 执着 分别 统统不能开 如来的 般若智慧